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假香炖扣肉 怎样发扣的话 参照我上几个视频 扣肉过完醋水去油腻 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去干水分备用即可 下一步我们准备好材料 酸段不酸粒 压角冲段割少它 然后加入适当的酱油 加入少量的白糖 再次加入适当的广东米酒 扣肉的灵魂 就来自这一瓶蓝鱼 所有材料煮多多 再次加入适当的花生油 加入适当的云南小黑糖 将它煮碎 将一半的佐料汁水倒入扣肉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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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淋入酱汁 调整汁水之制 不要调太咸 否则就没得适当的了 好了 所有材料煮多汤 放入蒸柜 蒸期50分钟 时间到 将其取七 大忌猿 撒上葱花 即可